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有A夢或E夢 今天是這個體檢系列 最近可能會比較頻繁的更新這個體檢系列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我想要把累積的報名稍微清一下 然後對這個系列的報名表單做一個小小的改版這個樣子 所以最近可能會比較頻繁的出這個體檢的系列 好 那今天要講的這個帳號呢 其實他是一個算是二輔的玩家 他是本來在一輔啦 在一輔 因為有一陣子沒有跟上 然後之後去二輔玩這樣子的一個玩家 那相信這樣的人應該也不少啦 開新服其實有一定程度就是為了這樣子的玩家 就是剛開始玩的時候可能沒有非常的認真玩 然後可能或者是說認真玩了一陣子之後 稍微有一兩個月滑水了這樣子 就沒有跟上這個進度 開了新服之後呢 跳到新服想要去跟上Follow上進度這個樣子 同時他也是一個工會的會長 所以呢今天除了這個帳號以外呢 我也會針對他的問題 然後稍微講一下休閒戰隊的一些問題 然後還有我自己的做法這樣子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這個帳號吧 它是這個真木真木王國的帳號 就像我剛說的他本來是美食服的玩家 但是因為有一兩個月就是滑水掉了 所以就跳到二服就開了一個二服的帳號 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拿過來給我提前的帳號 是這個二服的帳號 那課金的概況呢是月卡檔 就是真的每個月只花 就是每日寶石禮包的240的那一個 然後帳號目標是聯盟戰休閒玩 他的聯盟大概是在真木服就是百名內啦 跟我的聯盟在一服的位置差不多啦 跟我的聯盟在一服的位置差不多 就是可能80名70名左右這個樣子 那PVP的部分可能是因為重置過3v3吧 最近可能重置過3v3所以 那加上之前也沒有去爬這個3v3的部分 所以3v3的海名比較後面一點 那1v1的部分是有爬完的其實還不錯 因為PVP像我之前提到說 PVP前面的那些石頭其實是非常多的 還是會非常建議去拿完石頭這個樣子 那關於帳號的概況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看BOX的部分吧 那因為是一個聯盟戰為主的玩家啦 那這個帳號其實看起來聯盟戰的一線角 就是我在這個聯盟戰的練角推薦的那部影片 提到的SS級的角色 基本上大部分都有練啦 大部分都有練了 所以如果要為了聯盟戰去增進的話呢 應該是會要去練一些可能是奇效角的部分 像這個可可蘿啊 然後或者是說普通版的人啊這個樣子 這些是屬於比較奇效角的部分 就是有些BOSS可以上場然後效果還不錯 這個樣子 那再加上可可蘿之後會有六星嘛 可可蘿會有六星 所以可可蘿的碎片是一定要農的 要把它農到五星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些奇效角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比較偏二線角的部分啦 就是像輸出角啊或者是像七七香啊之類的這種 比較偏二線角的部分 因為 嗯 畢竟BOX不是非常的齊全 不是所有的角色都有 那就會導致說 你可能會需要去練一些這些偏二線的角色 然後去補足這樣子的位置 然後對聯盟戰的輸出也會是有幫助的 也會是有幫助的這樣 好 然後像這個智 智的部分是這個帳號是沒有穿專武的 但是智的專武其實可以達到還不錯的效用在聯盟戰來說 所以 嗯其實可以選擇去上這個智的專武啦 那其他角色的部分其實專武該上的都差不多上了 所以接下來可以等接下來一波泳裝的專武 就是泳裝凱流跟這個泳飯啊 然後還有泳裝可可蘿的那一波專武啦 可以升泳可跟泳凱這個樣子 專武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好那角色的部分的話 如果為了針對聯盟戰來說的話 大概就這個樣子啦 像萬聖布丁是非常非常偶爾會有奇效啊 然後 勇可偶爾用啊 可可蘿偶爾用啊 然後忍出場率有點高 專武可以上 然後七七香偶爾用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但如果物理出出的角色看起來也沒有太缺 喔看起來物理出出的角色也沒太缺 該有的角色都有 所以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帳號啦 該有的key角都有啦 那可能就是說 去練一些比較偏二線的角色 就可以去看之前拍的那個聯盟戰練角的推薦 那關於PVP的部分的話 在這個體檢系列其實也有很多類似進度的帳號 我有提過了 所以如果想要針對PVP的話 我這邊就不多提啦 反正PVP大概就是那幾隻角色是比較關鍵的key角可以去練 然後像這個淨流啊 這邊有知道 這個淨流 他其實也是聯盟戰很偶爾會上場的一個角色啦 非常偶爾啦 如果你角色齊全的話不太會上場 但你如果說練度有差一點點 可能星數有差之類的話 那法隊上淨流 可能也是可以達到還不錯的效益 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子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齁 一聯盟戰的部分 好 那總之呢 就是練角的部分的話 PVP取向 就是你要嘛就是去練PVP取向的 要嘛就是練剛提到的聯盟戰二線 或者是奇效的角色 像格格羅啊 像奇奇香啊 這樣子 忍啊之類的奇效角色 那專武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智跟忍這兩隻角色 因為這兩隻角色的專武在 聯盟戰的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我認為相當不錯的 那忍的部分可能可以選擇先生 因為忍的專武的那一個BUFF 對於聯盟戰來說 效益真的太好了 效益真的比預期的好太多了 那智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10月還是11月吧 忘記哪一個月 會有一個月份智的專武的這個角色 會需要派上用場 會有一個智的手動軸的刀 非常的好用 因為那一個月的舞王 是有兩個目標的 是有兩個目標的 所以智的範圍技戳下去的話 會有兩個傷害 會跳兩個傷害 那伊莉亞也是喔 伊莉亞所有的招 就是下去會有兩個傷害 那兩個傷害的話 就是那一刀 那一個小招 直接變兩倍的傷害這樣子 所以說物理隊來說智 然後那個法隊來說的話 伊莉亞都可以達到還不錯的效用 在那一個月 所以是會用到的 所以這個也可以考慮升 那未來來說的話 永黑跟永可 像剛剛提到嘛 就是在聯盟戰有可能可以用上 那永黑絕對是比較優先的嘛 這樣 好那再來講抽角的部分 其實因為是月卡檔的關係 沒有額外的課金 那抽角當然就是以關鍵為主 就關鍵的key角 那就是之後復刻的 泳裝凱流 然後泳裝月月跟泳裝咲戀 然後這三隻角色是我認為 泳裝的這一波 比較重要的key角 以聯盟戰來說啦 那泳裝凱流就不用我多提了 他已經強一年了 他已經強一年了 就不用我多提了 那泳裝月月的部分的話 他是比較屬於聯盟戰專職 他就是真的只打聯盟戰 只有在聯盟戰的時候會上場 因為他的技能會讓 他就是打單隻怪物的時候 當對方只有單體的時候呢 他會有額外的效果 額外的強化 那才會有上場的地位 才會有上場的地位 那如果是打多數 像打PVP或是推圖推塔 之類的狀況的話 泳裝月月的表現就會沒有這麼好 因為少了那個 額外的效果 其實就有一點 有一點平弱啦 對所以算是聯盟戰專職的一個角色 泳裝咲戀其實算是一個 算黑馬級的角色吧 就是在PVP 在聯盟戰 在各個地方 其實都可以有非常好的 表現的一個輔助角 輔助角 那有看我的頻道看比較久的 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對輔助角的 評價一直以來都是比較高的 一直以來都是比較高的 因為輔助角來說 他比較難去做取代的動作 那破防角的話 你會租破防角嗎 因為像物理隊來說的話 你可能說 一隊是用月月加泳月 那你就租其中一個 然後二隊一樣 用月月加泳月 然後租其中一個 或是用月月加克總 不一定 反正你會去租破防角嘛 至少月月你一定會租嘛 有一場一定會租月月 這樣子去 達到這個破防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沒有空間去租 輔助類型的角色 像例如你要放酒鬼 你要放忍的時候呢 你可能比較難 比較難 當然要搭配還是可以 但是你比較難可以租這樣子的輔助型角色 所以像這樣子類型的輔助型角色 通常我會是比較推薦大家取得的 那就是泳裝咲戀的這個部分 不管是在打聯盟戰還是打PVP 都有還蠻不錯的表現 就是比當初看到數據的預期還要更好的表現 所以這三隻角色算是說泳裝的這一波 以聯盟戰為主的玩家的話 我比較推薦會要去取得的角色 再來的話泳裝真步 其實泳裝真步 其實泳裝真步以法師來說 他的輸出算非常高 這輸出非常高的法師 但是他就是純輸出 基本上算是純輸出啦 所以優先度就沒有這些角色來得高 再來優先度更低的是泳爆 因為泳爆也是純輸出 他跟真步一樣是純輸出的角色 但是物攻的角色已經這麼多了 所以就把它有點擠下去了的感覺啦 那當初泳爆剛出的時候的那些評語 其實稍微有一點過於啦 稍微有點過於 因為物理的角色太多了 主要是因為物理角色太多 不是他弱 是因為強的人太多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他擺在這個比較後面 那其他的復刻的三隻的話 女仆不用講嘛 女仆就沒有什麼上場的機會 然後勇範來說的話 主要還是以PVP為主 主要是PVP為主的角色 那冰棒的話就是泳裝珠希 泳裝珠希其實最近半年幾乎沒有什麼上場的機會 幾乎沒有 就是打推圖啊 或者是這個聯盟戰的時候 非常非常偶爾會拿上來用一下 但是我覺得還好 就是相較之下優先度沒有這麼高啦 我會覺得說那你不如去抽泳裝真步這個樣子 如果你要抽 呃...珠希的話 這樣 我自己是這樣子認為啊 那當然你很喜歡珠希這個角色的話 就還是抽 因為他是有機會可以上場的 只是上場的這個空間可能不是很大 這樣 好那關於這個帳號 就是抽角專武還有練角的部分 大概就簡單提到這個地方 因為有很多東西是之前就有提過的 所以我就不特別多提 再來我要講一下有關於這個工會經營的相關問題啦 因為... 這一個... 帳號的主人他在留表單的時候呢 有在那個額外... 有在額外想要多打的話 那邊有詢問一些聯盟的問題喔 那我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他詢問的問題喔 就是他目前的聯盟是處於真不真不符大概70名左右 這樣子的聯盟 那聯盟的取向呢是說要穩定前擺 要穩定前擺 基本上算是休閒聯盟啦 就是不會去排刀或者是說 非常非常的在意大家的練度跟出刀 這樣子的一個聯盟 但是這樣子的休閒聯盟其實會遇到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說...總是會有那麼幾個人 他可能...呃...很長...有一兩天沒上 很長的在聯盟戰的時候有一兩天沒上 或是在聯盟戰的時候漏刀啊 在聯盟戰的時候出一些很奇怪的刀啊 然後傷害不漂亮這樣子 但是你的聯盟還是可以維持在前擺 你的聯盟還是可以維持在前擺 以你的方針來說的話 你並沒有需要增強你的聯盟 並沒有需要增強聯盟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像這樣子的混水的朋友 到底要不要提 到底要不要提 其實是這樣子的休閒聯盟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首先第一個是說 因為你沒有必要再往前了嘛 你的定位就是我要前擺 那在你已經可以前擺的情況下 你這些在混的人你踢不踢 其實你都是可以維持在前擺的 這其實是最大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這個人情的部分 因為很多聯盟他可能會有LINE群 可能會有Discord的群組 那大家會聊天嘛 會什麼的 然後有些人可能也已經在這邊很久了 好幾個月了 那身為幹部的話 你當然比較難去就是 直接就是 呃 不說第二句話的把它提掉啦 比較難 休閒聯盟比較難 因為如果是前面的聯盟的話 可以用戰力啊 或者是說 理念不合什麼的 其實會比較相較來說 比較方便啦 那休閒聯盟的話 就多一點這個人情的部分 算是比較麻煩的 那我這邊呢 稍微簡單的解釋一下 這個麻煩的地方 然後再講一下我的做法 然後給大家參考看看 那首先呢 是踢人的兩難喔 踢人會有兩難 就是踢跟不踢 其實都是會有問題的 像我剛剛提到 這樣子再混的朋友 你如果踢的話 當然被踢的那個人 他會不高興嘛 他會不高興 他會覺得說 欸 不是說休閒聯盟嗎 或是說不是說怎樣怎樣嗎 或是說我明明就已經 待在這邊這麼久了 幹嘛幹嘛的 那被踢的人當然是會不高興的 或是說聯盟裡面呢 有跟這一個被踢的人 是比較友好的 他們可能是朋友啊 或是怎樣的 或是在這個聯盟之後認識 然後關係比較好的 他們可能也會不是非常的高興這樣 那這是踢的一個難處 踢的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不踢的話 不踢的話 又會有人不高興 因為你聯盟裡面有30個人嘛 有30個人 那30個人其實是一個很多的人數 以人數來說其實是非常多的 呃 有一個人在混 有兩個人在混呢 那如果我是一個認真打的人 我看到他們在混 其實 我會 可能心裡不是很是自衛 我會為了聯盟就是 呃 因為我們要前百嘛 所以說當然還是不能打的 太隨便 那我會為了說 我希望聯盟可以打出更好的傷害 希望聯盟可以打出更好的輸出 然後去可能 呃 弄一些自己的作業啊 弄一些聯盟裡面的作業啊 或者是說 呃 去幫協助其他的人啊 或是我自己 呃出道到比較晚啊 去研究這些東西 之類之類的 那像這樣子的人呢 他去看到在混的人 他其實是會 呃覺得不平衡的 會覺得不平衡的 那 他可能不一定會跟你講 老實講 這樣的人他可能不一定會跟幹部講 他跟幹部講的時候 就是他要跳槽的時候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不會知道 有多少人 是對這些人不滿 當你知道的時候 就是他們要往前面跳槽的時候 他們要跳槽到前50 前30聯盟的時候了 所以這個是 踢跟不踢的兩難的部分啦 嗯 基本上呢 我會覺得一個聯盟經營久了的話 會有一種 物以類聚的感覺吧 就是你會漸漸的經營一個 呃 大家共同的一個氣氛跟氛圍 所以有的聯盟他可能是 呃大家比較是這樣子的相處的氣氛 有的聯盟可能是那樣子的相處的氣氛 是不一樣啦 就好像 在國中高中的時候 一個班級一個班級 這樣的感覺 每個班級會有自己不同的 風格嗎 應該這樣講 風格跟氣氛 所以聯盟經營久的時候 會有這樣子的 狀況的啦 那 我會覺得 以聯盟來說 人情是基於貢獻之上 人情基於貢獻之上了 就像是說你去一個地方工作好了 去一個地方工作 那你的上司你的組長 你的同事會關心你的狀況 你如果覺得心情不好 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們會關心你 但是這個關心是基於 你可以對公司有貢獻的情況下 才去做的 如果說 今天你的工作能力沒有到 你不一定是懶 但是你可能沒有到 這邊應該要有的水準的時候呢 那 我會覺得 就 對啦 就是 你總不能去 畢竟不是做慈善企業的嘛 就 不是做慈善企業的 你還是要打排名 你還是要 這個打分數 然後去拿這個獎勵嘛 那你也會 去對不起那一些 比較認真的 朋友 所以我會覺得啦 我自己的想法是 呃 我希望聯盟是 建立感情為主 希望流動率不要太高 希望不要就是 每個月都換十幾個人 這樣流動率太高了 我希望大部分的人 可以待在我的聯盟 大概久一點 然後享受這個 享受這款遊戲 玩起來的感覺 這樣子 但是太心軟的話 其實 嗯 對啦 他是需要達到一個平衡點的啊 我會覺得說 當你覺得他真的表現得不好 真的表現得不好 然後講不聽 的時候 那就真的 沒有辦法 就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 不是就是 除非你跟他是真的 朋友啦 就是現實的朋友 之類的 不然我自己個人是 服太會去 嗯 做太多的心軟 基本上 基本上 好大概是這樣 有一點 含糊啦 但是 工會經營的這個問題 並沒有絕對的答案 所以呢 我就稍微講的有一點 含糊啦 就很不好意思 不過呢 希望可以 可以稍微 幫助到你 一點點啦 至少我是這樣子的 想法 那你如果我要很簡短 你如果 要我很簡短的回答 你那一個問題的話呢 呃 我會選擇T啦 我會選擇T 好不好 好 那總之呢 今天的影片 大概就到這個地方啦 希望可以幫助到一些 要打聯盟戰的 然後還有就是 來經營聯盟的朋友 好不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